这个提前送出的直塞球 几乎骗过了所有人 除了举棋的边才 卡拉斯科 将球传到边路走廊 好的 边才准确地判罚了越位 是的 越位了 几乎平线 费力配 传球就在厄齐尔脚下 厄齐尔转身向后传球 打一脚 厄齐尔送出直塞 他知道自己这球传得不好 想法很好 跑位很机灵 不过就像你说的 传球太让人失望 奥古斯托 卡拉斯科 卡拉斯科 传到边路走廊 就在卡拉斯科脚下 及时地解围 他们能形成反击吗 就在卡拉斯科脚下 选择射本 谁都有可能得到球 恶气啊 门将没能控制住 要不是后卫反应及时 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 机会怎么样 可惜了这次妙传啊 后防线已经被彻底打穿 他们有效地利用了球场的空间 这一点值得肯定 这一点值得肯定 漂亮的折塞球 迪格克斯塔 满前失射 这种失误啊 本应该付出代价的 他逼迫对方球员出错这一点 做得非常好 这样才促成了这次进攻 要到前场 奥古斯托 恶气啊 想要穿透防线 他的任务就是确保 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 卡拉斯科 卡拉斯科 从左侧一路高歌猛进 卡拉斯科 船中纵身跃起 破门得分 传得太好了 投球就很简单了 这球顶得很充分 能够将球顶到想要的位置 要论空中能力 他可是当仁不让 利兹取得领先优势 现在凭借高涨的士气 他们需要通过第二个进球 来锁定胜局 德西利亚 一开始组织还不错 可惜 就是打不到前场 打到前场就被断 他获得了胜门的空间 德西利亚 德西利亚 盖拉斯科 转身向后传球 调过头顶 马蒂奇 飞里佩 就在鄂齐尔脚下 鄂齐尔将球塞过去 抢得头久 球感还是有所欠缺 刚才漂亮的带球突破 促成了这次攻门 显然边路采用的 站位防守是行不通的 他们这次非常的幸运 否则笔分早就改写了 漂亮的直贼球 迭格科斯塔 船中偏折出了底线 脚球 裁判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双方球员都回到了休息室 在上半场虽然打破了僵局 但是除此之外 双方再无剑术 接下来的比赛仍然充满悬念 看这个半场的表现啊 他们肯定高兴不起来 他们似乎有点缺乏动力 尤其是向前的动力 不过有一些改变 我想我也不会吃惊 好的 欢迎继续收看 现在比赛的下半场 刚刚开始 郭尔图 不能自乱阵脚啊 但是他们必须尽快地做出调整 并力争在下半场比赛尽快取得进球 为此他们必须要全力以赴 球在迭格科斯塔脚下 卡拉斯科 球在卡拉斯科脚下 在左翼打开了不错的局面 试图直塞 卡拉斯科选择船中 斯莫林排除了险情 厄齐尔 厄齐尔 张球转移到了边路 菲利佩在开阔地带拿到球 厄齐尔 射门 迭格科斯 马图一敌 罗布托菲尔米诺 罗布托菲尔米诺 针对他的防守做得很好 就是不让他转身或者射门 你们想限制住他 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卡拉斯科 球在卡拉斯科脚下 他仿佛在跟对手说 到此为止吧 马蒂奇 迭格科斯塔 传球 现在他们必须这样进攻 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现在这种情况不能保守 对吧 他们必须顾住一致 希望能攻破对手的城池 确实必须这样 确实必须这样 场边终于有动作 要换人了 博尔图换人 同时换上两名球员 这可能意味着他们要换打法了 佩罗蒂 亚利克斯比达尔 读懂了对手的想法 成功抢断 想要绕过方式队员 射向球门 成功了 他们追拼了比分 球门近在之尺 不禁比登天还难 进去里有这么多时间 进球当然就不是问题了 后卫对这次危机全然不绝 这是集体的迷失 教练叫他上场的时候 他就显得特别高兴 一心要想着回报教练的这份信任 教练的指示就是 让你上场去带来一些改变 看你能不能完成任务 为球队打 够门 门将表现非常给力 漂亮的扑救 太精彩了 不错 门将这次扑救体现了他的身价 他们开出了战术角球 斯莫林 直接传到前掌 试图直塞 队友们能接到球吗 只剩下守门员了 现在他的面前 质量怎么样 我真是隐蔽的射门 维尔贝克 比赛很精彩 形势又一次反了过来 维尔贝克 精彩绝伦的一对一 一个冷血的杀手 他沉着的让人惊讶啊 门将使出了浑身解数 也没能阻止他 伯尔图取代了领先 他们反超比分的这个表现 的确是令人惊叹 但是现在他们必须在防守端 做出同样的精彩表现 台角射班 他们信心十足 体能也非常的充沛 不过他们必须保住球权 不能再把球送给对方 漂亮的断球 现在并没有完全被动 没必要太保守 这种形势下 应该在前场增加一些人手 卡拉斯科 抢了回来 我觉得现在必须全力前压 看能不能制造扳平的机会 这个时候后卫也必须顶上去 形成了一对一 他拽开了队 他抬脚失射 压里克斯 彼达尔 维拉蒂 球失去控制了 看谁先抢到 他们的后场没什么压力 可以放心地前压 不过一旦失去球权 还是非常的危险 卡拉斯科传到进区 这下要看看 他们能不能想办法自我拯救 得赶紧呀 时间不多了 传球 视野很开阔 他界围成功 罗布托菲尔米诺 时间到了 伯尔图以一种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方式 赢得了胜利 这场比赛绝对是对意志的考验 他们成功战胜了这种考验 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 这都是一场精彩的逆转 比赛结束了 说说你对本场比赛的看法吧 球队只是使出了洪荒之力